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 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让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细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 跟排液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哈喽 狮子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十六星座的 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这个 生活小贴士的资讨 好吗 首先呢 我感觉狮子座的朋友们呢 最近两到三周呢 我觉得你好像很喜欢 色彩缤纷的东西 因为我看到一个图样 是非常有趣的 它是一个白布 然后呢 上面有很多圆圆的点点 然后呢 比如说有绿色啊 橘色啊 然后蓝色啊 粉红色啊 类似像这样子 或黄色之类的 我不知道那个图片 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可能刚好最近 你们有人买到 这样子的服饰啊 或者是包包啊 或者是刚好 你们在设计一些东西 可能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感觉呢 最近呢 这种类似像这样子的图形呢 可能会让你的心情 特别的缤纷跟几悦 好不好 如果呢 刚好有对应到你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好不好 好 OK 那第二个呢 要给师傅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你特别适合 跟这个茶经 做一个连结 好不好 这个茶经的 这个能量场呢 我个人会感觉呢 它会帮你做一个 很简单的这种能量场 上面的清理跟进化之外呢 我感觉你在带茶经 或最近刚好 你要买茶经的朋友们呢 你也会特别去感受到 你很不知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能量有点像是 你很不自觉被茶经 这种水经吸引 好不好 OK 所以刚好如果最近 有要买水经 或家里也有 我觉得呢 不妨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样的感受 好不好 OK 好嘞 那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 师傅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好的 刚刚不小心 不好意思啊 相机呢 突然崩咖了 OK 所以我们继续 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 师傅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你们有些人呢 会开始 特别喜欢做 有氧运动 或者是会开始去跑步啊 或者是开始去游泳啊 等等之类的 培养一个良好的 这个运动习惯 我觉得蛮好的 OK 然后呢 某部分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一下 心肺功能 可能要加强心肺功能 这个部分 最近可能爬楼梯 有点喘啊 OK 所以呢 以上呢 这个就是提供给 师傅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 那我们就准备 进入到你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卫士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所遇到的一个挑战 是钱币女王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宝剑5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师傅座的朋友们 作为一个参考 也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能量场上面的 呈现跟细节 OK 好 什么可能对你来讲 很重要的项目 或者是一个决定 好 所以这两到三周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呢 我觉得这一次能量 排卡解读就是给你的 当然 我也感觉 有某部分的 这个士子座的朋友们呢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呢 这两到三周 我会建议你 小剧场不要太多 好 我们就直接来解说 好不好 因为我刚刚在想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但我觉得 总而言之 就是你现在要投入的 或长期要去发展的 这个项目啊 或者世界梦想跟目标呢 我觉得不要想太多 OK 好 来 OK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牌卡是 这个情币女王 我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互相对应 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是 鱼人牌 不是鱼人牌卡 对 鱼人牌卡 还有这个 钱币国王 然后还有这个是 月亮牌卡 OK 来 这几张牌卡呢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应该是 已经就是有在筹划 或者是 已经有在商讨 或者是 在洽谈 有关于一个 我觉得对你来讲 可能看到 是还不错 愿己的 比如说 关系啊 相关状况人数 世界梦想目标 OK 好 但是呢 我总感觉 在这个谈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当然 也有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月亮牌卡 给我一种感觉 你有思考到它 比如说 积极正向的一面 但是有想到负面的一面 比如说就有点像说 你会获利的 跟你可能亏损的 或比如说 你得付出的 跟你牺牲 跟得到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正反两面 这两个部分呢 我觉得你是有 深思熟虑的 OK 因为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这一次的 这种状态呢 有点像说 你想要 正面去证实它 OK 而不是逃避哦 这个月亮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要正面 去证实它之外 不逃避 而且你会想办法 去解决它 所以呢 这个呢 钱币国王呢 跟这个愚人牌卡 同时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 其实我觉得你知道 你目前的状态要投入 不管是在心理状态也好 财务状态也好 心理状态刚刚讲过 然后还有这个 实质的行动也好 我觉得 你都来到一个 准备的还不错的状态 甚至呢 你会觉得说 嗯 我的计划是ABCD 然后我的排程是 1234 嗯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到 不错话 嗯 里面可能要做 什么风险管理 里面可能呢 这边要多付出一点 里面这边可能 要排一些人力 其实我觉得你是 有条理的 甚至我觉得 你心里是有个明目的 OK 所以呢 呃 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是在过去 就已经悄悄展开 而是现阶段的 这个状况 是要你开始 全力投入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呃 资源上面的 财务上面的 呃 行动上面的 心理上面的 要开始全盘的投入了 因为来到现阶段 这个状况呢 你呃 抽到这个牌卡 是这个钱币10 抽到这张牌呢 是全 呃 钱币3 然后还有抽到这张牌呢 是呃 国王牌卡 这张牌卡 就是非常象征的 就是你已经全力投入了 因为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而且我要让它 生生不息 意思就是说 这个长期性的投入呢 你已经做好了啊 呃 这些基本的 你该去具备的 这些计划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 该怎么协商呢 有什么样的资源啊 大家如何调度啊 你也都很清楚明白了 因为这个国王牌卡 就是有一种象征是 呃 我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看它胡子 像是这个树枝 一直就说 我要它能够持续的去蔓延啊 或者是后座力够强 或者是比如说 续航力能够久 OK哈 所以我感觉哦 你这次哦 好像不是在开玩笑的哦 哈哈哈哈 这个哦 我跟大家讲哦 你可以想一个很简单的计划 就是减肥计划就好了 我讲这个 最简单的 就是过去啊 你开始觉得说 啊 我减肥到底该怎么办 要少吃 又要多动啊 但是又不能 去吃自己平常 平常喜欢吃的 冰淇淋或麦当劳 但是你又会觉得说 如果我瘦下来 就可以买很多漂亮的衣服 又可以跟新的对象约会 然后自己呢 也可以开始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啊 类似像这样 来到现阶段这个状况呢 就有点 为什么我刚刚会这样形容 就是 你开始全力以赴哦 你有执行力哦 然后你也真正去付出哦 也调整你生活习惯 或者是饮食上面的改变 这个过程当中 跟谁合作呢 比如说假设 你可能就会跟健身教练合作 你可能会跟营养师合作 那你很清楚 这些都是在你的操盘的过程当中 那为什么我会讲 这个长期的计划 它会无限的蔓延的哦 第一个月 我先从这个饮食控制 第二个月 我开始加入一点点有氧运动 第三个月 我开始找那个什么营养师配合 所以我感觉这个状态呢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生活实力 去跟你做一个说明 当然你们可以套用在 你们所遇到的这些状况当中 OK 所以我会感觉哦 其实你是很清楚 你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结果想要的是什么 当然中间会有一些颠簸 你倒是不是太在意啊 因为其实你自己很清楚明白 我是一个国王 对不对 这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要预防外敌 那也要能够防范内乱 是这样说 所以我个人感觉 你是在所有的各个方面呢 架构的这些东西 都还蛮不错的 唯一呢 你所遇到的这个挑战 在这里 这个是钱币女王 OK 钱币女王呢 唯一呢 要求你的就是耐心 因为你在这边 其实已经抽到一个钱币国王 在现阶段能量 是钱币女王 这个钱币国王的力量 有一点像是说 你在聚集所有 你该聚集的东西 跟要件因素 而是钱币女王呢 是心理状态的因素 所以我感觉 你知道说 你看 你看向远方 你知道说 对这条路 可能不简单 不容易 或者是呢 我可能要投入很多心力 可是我觉得你的挑战 就是要保持耐心 也就是我所谓讲的 这个续航力的部分 要够 OK 这个我觉得蛮简单的 你这次的量场很轻盈 然后很轻盈 是指说 很简单 很顺畅 OK 说实在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在里面 然后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看 你又抽到钱币三 又抽到权币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从月亮 钱币三到这个权币三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面对我该正式的问题 我决定我要怎么样 去整合我的资源 跟谁合作 去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我会朝向 我想要的地方去出发 所以你的牌卡 是很顺畅的 你看我现在起雞皮疙瘩 所以呢 你看哦 这个权币三象征的就是 你看哦 你是海中之王 你手上可是长着 这一艘帆船的 所以这个 比如说目标 这个计划 这个企划案 怎么样的去走向 其实我心里有数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我觉得你心里是有数的 OK 然后呢 接着呢 你在未来状况 来抽到这个圣杯女王 还有这个权帐一 这个呢 就是唯一我开场讯息的时候 在告诉你 你可能不要有小剧场太多 OK 然后呢 这边我会特别提醒 某部分私职座的朋友们 不管你现在在经手的 这些相关重控人数 事件梦想或目标呢 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件事情 特别是在 实质的金钱上面呢 一定要有所的 我觉得谨慎的规划 或参考专业的建议 这一张牌塔 给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找到 蛮不错的合作伙伴 蛮不错的 那个比如说健身教练 或蛮不错的 另外一半跟对象 OK 但是你一定要在 财务上面有所调整 OK 调整的意思是说 可能或许 你原本想说冲一把 比如说100块 我都投入80块 现在可能在财务规划 这一个地方 要特别特别提醒你 OK 不然呢 这个财务规划 可能反而会导致于 你未来可能会有一些 烦恼出现啦 或者是可能又要 再额外应急啊 这个我觉得 你要去做一个周全 更周全的一个 我觉得去审视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权杖一呢 我觉得非常的好 你注意看哦 这个权杖一呢 加上这个权杖三 其实象征的就是权杖四 意思就是说 你保持这样的热情 知道你要去的方向 然后付出你的耐心 然后做好审慎的理财规划 其实你整个这个状况 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个人会感觉 你看哦 这朵花啊 是从这个书当中去蔓延生长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你很清楚知道 你这个东西 要怎么样蔓延出去 OK 你心中明白 这一朵玫瑰花在哪里 在哪里 在你现阶段能量 你就知道了 在未来能量 它只是绽放开花而已 这让你懂了吗 这是你过去的牌卡 这是你现阶段能量牌卡 这是你未来的牌卡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说 你这一次 双多能量运气牌卡解读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最后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这个保健物 这个是唯一我会提醒你要注意的 就是千万不要内心太多小技场 OK 比如说这边 你注意看 这个人 这个男生 他的心中 这边是有一个洞的 他把它补起来 这个女生 背对背 站在他的身后 OK 这张牌卡 只是要给你一些小小的提醒 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男性 也就是力量的象征 意思就是说 有些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长期性的计划 做一些长期性的改革 你一定会有觉得 心烦心累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去如何弥补那个洞呢 比如说假设 我减肥这么辛苦 三个月了 才瘦两公斤 可是这中间过程当中 我都很努力 OK 你可能要去看到 你的体型上面的变化 体脂肪的这个减少 可是呢 你可能会觉得 可是我就觉得体重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你肌肉量增加 类似像这样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有减气馁 可能会有点伤心 可能会有小剧场 或情绪的波动 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 去补 那个不是网洋补 然后那个叫做什么 把它填补起来 要去找一个方法 把这个漏洞补起来 OK 等于是说 你要替自己 我这样讲好了 替自己加油 好好安慰你自己 或者是给你自己 一些些鼓励 OK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才能够让你 真正持续走在这个赛道上 这个玫瑰花 反而要我跟你讲 你要尊重在你的初衷 尊重在你当初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为什么会投入 为什么会投资 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无事件 梦想或目标的这个初衷 要很纯粹 要很单一 要很清楚知道 你要去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名字叫我讲 清楚知道你要去的方向 中间该经历的这些过程 本身就是该经历的 OK 好 所以呢 我感觉 我们就直接来看 这个宇宙的这个 验证牌卡 好吧 OK 来 宇宙验证牌卡呢 我会建议大家 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 都要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呢 有些时候 它会出现相同的牌卡 来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真结点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 OK 那有些时候呢 它也会来 说刚刚我们所读到的 这个能量场上面 这个内容 跟那些细节 OK 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大家 一定要来看这个 宇宙验证牌卡 好吧 好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冲到的这一张牌卡 是这个 你看吗 全杖一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给你讲 宇宙验证牌卡 要看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你看哦 你的全杖一 在过去 跟未来是互相验证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啊 你已经在计划了 你已经在筹划了 这是在预备的 OK 这没什么好跟你解释的 这牌卡已经解释很好了 好 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这个是魔术师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现阶段能量场 你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大量的投入了 你注意看哦 这个魔术师呢 是手上哦 你看他张开双手 他这边有权杖啊 有钱币啊 有宝剑啊 有这个圣杯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会跟你讲啊 这个钱币识给我的能量 就是你开始全盘投入哦 我的人力啊 资源啊 财力啊 心理准备啊 什么啊 我都准备好了 这个牌卡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呢 来到你的挑战牌卡 这边呢 是这个女王 钱币女王 他验证的牌卡 是这个Temperance OK 这个Temperance 就是要告诉你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那个 你除了要handle的很好 保持一个平衡之外 还有耐心要拿出来 我刚刚有讲 对吧 所以你注意看哦 这个Temperance呢 它是有阴有阳 有火有水 这就是为什么 哎呦 我又起鸡皮革 我今天解释你的牌卡的时候 我觉得能量场很好 为什么我要请你这样看 因为你注意看哦 我刚刚有没有说 你会正视这些困难 要去处理的东西 或要做的心理准备 就是这个月亮当中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还有一个 远远的很像太阳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你正反面啊 或者是比如说 该失去的 该付出的 该牺牲的 都已经考量得很周全了 OK 然后呢 来到这边呢 只是要去做一个执行 只是要去做一个平衡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付出多少 要努力多少 这些你都比我 还要清楚跟明白的 可是这个钱币女王 就要特别告诉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除了要保持平衡之外 要保持耐心 OK 因为当我们在初期投入的时候 不一定会看到 很明显的变化 但是有些人 中途就会放弃了 所以这张牌卡 是要告诉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保持平衡 OK 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跟挑战 你已经很清楚 知道怎么去解决它了 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这个牌卡 分别是圣碑儿 跟这个女祭司 这个为什么 我刚刚是不是有 特别跟你讲说 如果假设啊 你现在在执行这个计划 应该会有好的人选 好的助力 或者是好的资源 来协助你 这个你就要把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在读 这个圣碑女王的时候 我就有感受到这个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 宇宙验证牌卡 要来给你一个圣碑儿 就是你会找到情投意合的 互相有共识的 有共同理念的人 来跟你共创这个未来 OK 这个很简单 这就是印证 我刚刚讲的能量场而已 这个女祭司呢 是要告诉你 来 这个就是这张牌卡 女祭司呢 象征的就是一种智慧 你呢 只是把你原本就有的智慧 打开这个书来看 去灌溉你的梦想 跟灌溉这一段关系 或这个目标 这个专案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这个啊 就是有一个像一个人 在跳跃 我读你的能量场所 我一直在起 一个人在跳跃 OK 好来 这个呢 像是一个人在跳跃 对吧 这个跳跃就是要告诉你 保持这个信心一样 OK 这个东西 只要你做的够清楚 准备的够好 其实说实在 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唯一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 这个财务管理 要再谨慎一点点 要再审视一次 OK 听看看专业的意见 这是唯一 我觉得我可以再提醒 跟补充的地方 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这张牌卡呢 是这个钱币六 OK 好来 这个钱币六呢 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会跟你讲 你心理上面 这个空洞啊 或害怕 或担忧啊 或是很累啊 或受挫的时候 这个要好好的去弥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哦 这个人在干嘛呢 这个人在衡量 你有没有看到 他拿着一个这个像天秤 在那边秤啊 我的付出值不值得啊 我这样可不可以啊 你看他的脸 就是在衡量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衡量 这些损失 或者是在计算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一定会稍微 心情会有波动的 这个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唯一 为什么刚刚我会告诉你 如果这边有一个洞 你觉得为什么 我付出这样子啊 怎么做这么多 只瘦两公斤啊 这个就是你在衡量 这样你懂我刚刚 举的那个例子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把自己 拉下那个黑洞了 OK 要记得把自己 尽可能的支撑上来 好吗 要想清楚啊 你当初这么努力 去赚这些钱 对 现在呢 是钱币六 还没钱币十呢 但是他在一个过程啊 是不是这样说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四座的朋友们 你这一次的这个 松松的尿运式排他解读 我觉得很简单 持之以恒 我觉得可能就是 你这一次 两到三座的一个重点 可能或许 现在你心情 可能有点当 刚好看到这个影片 我希望可能 可以给你一些鼓励 因为我个人会感觉 按照你的聪明才智 跟你做这些周全的计划 我个人会觉得 这些适合的 这些相关状况元素 在未来是会来支援你的 所以hand in there 好不好 继续加油 继续保持你这样的持续力 续航力跟动力 好吗 因为如果你很清楚 知道你要去的方向 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的话 那你要坚持 好不好 OK 好的 那以上这些就是 你看我一直起义 跟大家好 说四座的朋友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 跟你们能量场结合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种 哇 很能量很顺畅 流动的很好 OK 好 请加油 四座的朋友们 也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次的影片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 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